来看中西的文化交流 童案节主办单位为让外国团队有机会来体验台湾的传统文化 特别在童案宿舍中开办了中华传统机研习班 邀请到苏尔国小的退休校长江章谋 来指导俄罗斯团队体验捏灭人 让他们可以发挥创意 做出许多造型可爱的鱼儿 而团员们也乐在其中 为了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外团队有机会认识及体验台湾传统民属文化 童案节在开办之初 就在童案宿舍开办了中华传统技艺研习班 作为国外团队的休闲活动之一 这次特别邀请了苏尔国小退休校长江章谋担任老师 今天来自俄罗斯的成功儿童多元舞团来参与体验 发挥创意做出造型讨喜可爱又靓丽的鱼儿 团员们都乐在其中 童案宿舍更新副校这边 主办单位特别安排各种不同的中华民属机 让他们做一个研习跟交流 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俄罗斯团队 这些大小朋友针对捏面人的部分 下去做一个示范跟研习 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相当的好奇 因为有些人搞不好连鱼都没有看过 今天我们示范是做鱼的动作 我们也希望让所有的国外的小朋友 能够充分感受到台湾的文化 还有中华民族的文化 让他们能够把这些 他们记忆所及的东西带回到他们的家乡 继续的传达台湾对所有的国家的友善 把面团抽一下以后 对折 对折 对折以后 然后就是鱼的那个形状 形状以后呢 加上眼框 加眼珠 然后加背棋 胸棋 腹棋 嘴巴再加添一下面团 那变成红嘴唇的时候是其他的颜色的腿 那加上一些装饰 假定说是其他的卖鱼什么 他嘴里面还咬了一些其他的鱼类 那这样的话 那就是鱼的那个生态 童胺节团队捏面人体验 又考量到面粉材料不易保存 改用成本较高的素质粘土 作品可带回自己的国家长期收藏 而另外校长也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展示 让参加演习的俄罗斯团队 与捏面人来场美丽的艺术邂逅 宜蘭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